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講 美聲唱法的技巧 這是Belkanto的技巧 其中呢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Vibrato Vibrato 中文的翻譯我覺得 不是很好 有的時候會混亂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 請大家把這個Vibrato 把它記起來 這是一個義大利文的字 那Vibrato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增加聲音的效果 有規律的改變音高的Pitch 音高的音的高度 然後呢 這個在改變的速度也有可能 所以它有兩個function 一個是音高改變多大 另外一個就是多快 多快的改變 這個聲樂 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就會說有這種振動 Woo 的振動 那契樂的話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小提琴 這個 它按著 然後呢要振動 這個在振動呢 因為手指的在弦上面 碾壓的變動呢 就是Pitch會改變 但是 是不是整個樂曲都Vibrato呢 其實不是 你如果去看人家 彈那個 J.S. Baha的曲子 它 曲子都很快 然後 通常是在最後一個音才拉長 那 前面的音呢 都是 都是 按著 就是沒有什麼Vibrato 按著音 就過去了 那唱歌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样 你如果在唱很快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去注意你rebrato这样子 但是一般来讲呢 我们这个vibrato呢 有一种争论 到底vibrato呢 是与声俱来的吗 是你声下来 你的声音就会战动吗 或是后来才练习的 那这个也有很多的争论 那我在我的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应该不是与声俱来 因为你听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哭的声音 他发的声音 并没有 哇哇哇哇 而且呢 合唱团 儿童合唱团唱的声音都是strict tone 都是直音 儿童合唱团唱的时候不会 也不会像大人这样站 那么到底他是怎么来的呢 我的想法应该是在长大了以后 一个自然你唱歌的时候 你的声带的震动 让你自然产生那样子 或者你听人家这样唱 那你模仿 那就会学的这样唱 后来的变成自然的 你唱歌也不许想说我要怎么震动 他自然就会就会有这种 vibrado的声音出来 你如果到网路上面去看 你可以看到好多东西 就是告诉你说 怎么样develop你的vibrado 或者呢 怎么样唱好vibrado 带着vibrado 怎么样 那很多种我觉得 有些讲到 我觉得他虽然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但是呢 例如说 他说要唱 这样唱 但是呢 你那样唱的话呢 是变成trio 变成唱grassambri 不是一个音上面再上下 OK,好 所谓vibrado 不然是在一个音 他的pitch本来是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有战动 让他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但是是维持在这个音为中间 也没有到这个上面 那一个下面的一个半音 也没有到下面的半音 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vibrato 不然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你要说 叠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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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音跟上耳半音 这种是trail的唱法 那或者说 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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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唱半音 这样也不行 应该是要这样唱 这个是原音 然后这个距离是半音 上一个半音或者下一个半音 那你唱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里震动也没有到上面的半音 也没有到下面的半音 这样才是对的vibrato的唱法 那么一般来讲 有人家用算出来的 建议我们说怎么样才是好的这个vibrato的宽度 他们说独唱的时候呢 要少于上下各半音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样太大了 这样的话就像刚才我讲的那样 到另外一个半音到下面一个半音 这样这样的弧度呢 会很confusing 那个听不出来你再唱哪一个音 所以呢 我是建议独唱的呢 差不多也是这个二分之一的半音 跟二分之一的半音上下 各二分之一的半音 所以整个来讲 就是有一个半音的宽度在走这样子 那合唱的时候呢 要更小 为什么 因为合唱要合起来 如果有人这么大 有人这么小 这个就偏高或者偏低 都是都会产生一个音层上面的问题 那所以合唱呢 应该是主音上下半音的十分之一就好 所以非常非常小 要减小 你来唱合唱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vibrato减到最低 减到最低 有一点vibrato 但是不要太大的阵路这样子 才不会影响到这个 那其他的木管或者弦乐 他这个自然的 他们就是不要大于各二分之一 这个要不搭二分之一的半音 我想这个跟独唱都差不多这样的宽度就好 这样子 那 如果你到后来要练歌唱歌的时候 例如说我老师我并没有需要 老师没有说你要来练及你的vibrato 因为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唱歌的声音就有vibrato 那我是觉得不错 可以就不需要训练 但是你真的 如果你本身的vibrato太小了 在唱歌的时候好像在发抖 唱歌的时候好像 好像这个很紧张在发抖这样的话呢 那就需要训练把它放宽一点 那反正你这个 如果这个幅度太大 如果唱起来好像在gabbo 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的话呢 那也需要训练把它小一点 控制小一点 那么你能控制吗 可以的 我这个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 你要唱歌的时候要需要大一点的 或者小一点点 我们唱歌的人本身可以做这种控制 那这个经过训练都会好 那么通常这个跟听的人很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面 这个vibrato是通常在文艺复兴之前 或者15世纪 这里是文艺复兴是17世纪之前 这15、16世纪左右 但是呢 之前唱的圣歌都严格规定要straight tone 就是不能有vibrato 你要直直的唱 那各位如果去看到这个在从前的这个天主教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或者主持的人跟下边在对唱的时候 都是用单元 就是straight tone的那个直音来唱 不能有vibrato 那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呢 有人说这从巴勒克以后呢 都有用啦 都是有 但是呢 有些人也反对 就是说 这个一直到20世纪之前呢 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实际去唱 也没有录音下来 也没有实际上去听到 19世纪前18几年 现在的人在讨论的没有这样的 也没有那样的记载 当然也许你可以在一两个谱里边 这个特别这个做曲折呢 说我这首歌呢 你要用vibrato来唱 要带着vibrato这样 有这种曲子 但是呢 通常呢 通常这里边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这个争议呢 就是说有些人就主张说 20世纪才有 20世纪 因为有录音 有录音机 有唱片 那录下来之后呢 也听到说 喔有啦 那有一个可以做参考的 就是说 这个法国人在1920年 他的orchestra演奏的时候 才有这个vibrato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柏林爱乐跟纽约爱乐呢 都在19301940那一带呢 他们才有这种vibrato的作法这样子 那所以呢 当然在这里呢一直有 还是有这种争论的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vibrato这样的东西 那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在歌剧方面呢 当然这都是20世纪啦 或者现在在唱的就是20世纪 歌剧呢从头到尾都有vibrato 都有vibrato 他不限制你说这个东西 不要vibrato是吗 那流行歌曲呢 我们大家都听很多 那流行歌曲呢 最常用的vibrato呢 就是差不多在结束的时候 要唱一个直音 直音 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才开始震动震动这样 来做一个结束 那这种这种唱法呢 是流行的很久 那我刚好在网路上看到这个 邓绿军跟一个日本女歌手 一起唱这个好像和日君再来啊 那那个日本的这个歌手的vibrato呢 就非常大非常大 那这换邓绿军唱的时候呢 邓绿军呢就比较 这可能适合我们这个我们听啦 我们冠军 所以这从常呢 在日本 在日本这个地区也有关系 跟听众觉得这样好听啊 这个振负很大 所以很多日本音乐学校 练出来的学生 也在一般来讲 vibrato比较大一点 也比较慢一点 那我这个 可以把这一段呢 放在这个 我这个 这一集里边呢 给大家比较看看 就是邓绿军跟那个日本女歌手 同样唱和日君再来 那他们的vibrato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样子 这个爱情 分析 有点 悲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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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